时间过得真快,马上就要到7月份了,中国也全面进入了烧烤模式走在路上千万别摔着,不然直接三度烧伤,在似火焦阳与大汗淋漓中,你几乎无处可逃。空调房里的舒适,只能让人越来越惧怕焦阳。 要健康又要清凉,只能寻找一方浓阴的净土,或是水量丰沛的水物间,享受心静自然凉的圣静。今天,小编就为大家8187月国内,最值得去的避暑天堂,都来一起看看吧。 1. 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,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,始建于1703年,历经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耗时八十九年建成,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区为格调,取自然山水之本色,吸收江南在北之风光,成为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公园,与同时公布的颐和园、朱正园、刘园、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。推荐理由,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,这里山淮水绕,林木苍玉,风景秀丽,气候宜人。我国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避暑山庄,和大型寺庙群外八庙,就坐落在市区北新半部。整个山庄殿雨威额,丁瓢典雅,明湖百青,周岛坐落。平川旷野,芳草如荫。 山栏苍翠,林木苍玉,很是凉爽。 2.黄藤霞 黄藤霞生态旅游区位于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,水质一流,风景一流,空气一流,黄藤霞海拔683米,山市雄伟壮观。 8公里长的大峡谷,常年烟雨泥漫,蜿蜒齐驱的峡谷恰似一条藤飞的巨龙,游戏于丛林山栏间,被旅游界人士评定为目前中国最具吸引力,最刺激,最好玩的峡谷漂流,被誉为小九寨,漂流之王的称号。 3. 推荐旅游,黄藤霞景区是清远水质最好,水量最充足,植物最完好的自然生态旅游区,山花浪漫,驱水回缓,骑时遍野,雾绕群风。 山穷水不宜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景。 区境通幽处,风光无限好,来这里漂流,人在水中漂,如在画中游,漂过一山又一山,上过一镜又一镜,令人流连望返。 3. 九寨沟 九寨沟是一条纵深五十余km的山沟古地,大部分为森林所覆盖。 因沟内有树正、荷叶、泽茶挖等九个藏族村寨,坐落在这片高山湖泊群中而得名,海拔在两千米以上,遍布原始森林,沟内分布一百零八个湖泊。 远望雪风林立,高耸云天,中年白雪矮矮,加上藏家木楼,亮架金帆,战桥,墨房,传统习俗,及神话传说构成的人文景观,被誉为美丽的童话世界。 推荐理由,九寨沟海拔约三千米,属高原湿润气候,夏天气温回升较快且稳定。 平均气温在19-22摄氏度,夜晚较凉一倍薄毛衣。 九寨沟以原始的生态环境,一尘不染的清新空气和雪山、森林、湖泊组合成神庙、奇幻、优美的自然风光,显现自然的美,美地自然,被誉为童话世界九寨沟的高峰。 采林、翠海、蝶铺和藏形,被称为五绝,因其独有的原始景观,丰富的动植物资源,而被誉为人间仙境。 四、呼伦贝尔草原。 呼伦贝尔草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,因呼伦湖、贝尔湖而革命,海拔在650-700米之间,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千米1亿4900万亩,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, 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,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,是全国旅游二十圣景之一。 推荐旅游,呼伦贝尔草原,是个风光优美,景色宜人的地方,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绿色,有延年起伏的大兴安岭, 还有美丽富饶的呼伦湖和贝尔湖,这里被人们胜散为北国碧玉,人间天堂。 夏天这里空气清新,气温凉爽,是避暑度假的圣地。 一场细雨过后,一晚草原风光。 美丽的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,蓝天白云,碧草绿浪,湖水涟漪,牛羊成群,点点毡房,秒秒吹烟,整个草原清新宁静。 茫茫无际的牧场,传来悠扬的牧歌,一条弯弯的小河,静静地流向远方。 白色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,远远望去,好像是白云飘浮在山间,又好似粒粒珍珠洒落在草原上。 微风吹过,草浪滚滚,形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。 牧羊的姑娘,唱着洞听的情歌,挥动着洋边,游走在美丽的草原上。 傍晚,夕阳西下的时候,在霞光的灰映下,草原与天连成一片。 蒙古包里响起了维婉洞听的码头琴声,这洞与静相结合的草原美景,则不叫人心慌神疑。 五、青海门园。 青海门园地处西连山系东端,北部西连山路群峰耸立,南部达板山高八斗郡,登上门园高处眺望,门园风景游四瑞士,雪山下的是外桃源,令人陶醉,更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。 七月的门园世人间天堂,纯净的蓝天白云书卷苍蝇盘旋。 辽阔的草原草青花红,牛羊如云。 鲜米临区群岭静秀,万木蒸容。 六十万亩游菜花形成的百里游菜花海,成就了不大壮阔的特有奇观。 推荐旅游,每年的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,举办门园游菜花节,是门园县最重要的节日。 届时于风景迷人的古城台,举办青海特有的花会场,男女老少奇聚城台。 共同欣赏这七月带给人的金色大地七月的门园世人间天堂。 纯净的蓝天白云书卷苍蝇盘旋。 辽阔的草原草青花红,牛羊如云。 鲜米临区群岭静秀,万木蒸容。 六十万亩游菜花形成的百里游菜花海,成就了不大壮阔的特有奇观。 会走路就会骑马,会说话就会唱歌的门园儿女,在这迷人的季节里,形成了结交朋友,展露才艺的结会,齐连山吃下游菜花节。 都说,马莲花下,银财遍地,云朵飘舞,爱在门园。 马遍地,生机让然,鹰鸟纷飞,情在心间。 花如海,歌如潮。 六,新疆天山。 天山是中亚东部地区,主要在中国新疆的一条大山脉,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,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。 古名白山,又名雪山,天山的雪峰,伯格达峰上的积雪中年不化,人们叫它雪海。 在伯格达的山腰上,有一个名叫天池的湖泊,海拔有1901米,深约90米。 池中的水都是由冰雪融化而成,清澈透明。 像一面大镜子。 洁白的雪峰,翠绿的云山倒映湖中,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,是新疆著名的旅游圣地。 2013年6月17日,新疆天山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。 推荐理由,远望天山,美丽多姿,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,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关,荧光闪闪。 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巒,香孔却正在开平,艳丽迷人。 夏季,海拔3000米以上多于雪。 3000米以下气候凉爽。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气有美丽的感觉,而且,它有丰饶的水草,有绿发湿的森林。 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,它像少女似的害羞。 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,又像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。 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,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,又像男子依为自己的恋人。 7、峨眉山。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境内,景区面积154平方千米,最高峰岸佛顶海拔,3079.3米。 地势陡峭,风景秀丽,有秀甲天下之美誉。 峨眉山是上古学先修道圣地之一。 为中国四大佛教灵山之一,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,主要重奉普贤大士,有四庙约26座,重要的有八大寺庙。 佛市频繁。 8、江西武宫山。 武宫山地处江西平乡市东南边境,自古为江南三大明山之一,其主峰白鹤峰海拔,1918.3米。 景区内自然形成了峰、洞、铺、石、云、松、四、其背的山色风光,区内十万亩高山草垫。 年年与海拔1600多米的高山之巅,与威俄山市相映成灰,堪称天下无双,风陵神秘的古迹潭群,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,被誉为华夏一绝。 气势灰红的高山瀑布群,云海日出,穿云石笋,奇特的怪石古松,风林地貌,和保存蛮好的原始森林,巨型火体灵芝等景观,另由人探为观止。 推荐理由,五宫山气候温和,四季分明,雨量充沛,年平均气温14-16摄氏度,夏季最高温度为23摄氏度,低于铜锡庐山,黄山气温,是良好的避暑圣地。 如果你爱一个人,就带他来爬五宫山。 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,因为五宫山烟雾迷蒙,充满了神秘和浪漫的气息。 从金顶到八云界,全是高山草垫,地波荡漾,而且绵绵不绝,满眼的绿色,像是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,让人有纵马驰骋的冲动,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天堂。 九,贵州赤水 贵州向来是避暑圣地,而类于贵州与四川交界的赤水,山清水秀,植被茂密,水资源丰富,有竹子之乡,梭罗王国,千户之士的美誉,因此更是避暑天堂。 赤水是国务院唯一以行政区名称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,景观以瀑布,珠海,湖泊,森林,梭罗,丹霞地貌等为主要特色,兼有古代人文景观和红军长征以继,被中外专家誉为千瀑之士,丹霞之冠,珠子之乡,梭罗王国,长征以止五大特色。 主要有,赤水大瀑布,四洞沟,五柱峰,红石野谷,中国侏罗纪公园,燕色岩国家森林公园,珠海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景区,以及大同古镇,丙安古镇,红军长征遗址等人文景区。 推荐理由,赤水是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,年平均气温为18.1摄氏度,是避暑天堂。 赤水丹霞与湖南朗山,广东丹霞山,福建泰宁,江西龙虎山,浙江江郎山等六大著名丹霞地貌景区,组合成为中国丹霞,池,福建云顶。 中国云顶景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与莆田市寒江区交界处,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青云山之边,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山峰六七座,最高海拔1130米。 云顶周围几个山头,坡度平坦,直被以高山草垫为主,号称万亩草场,是理想的避暑游览圣地,被誉为福建的湘阁里拉,景区分别由花海梯田景区,天池草垫景区,云顶大峡谷景区, 寒七彩铺高山花海梯田景区古景区,红河古景区,及翡翠古景区三个风景区构成。 推荐理由,云顶海拔高达1000多米,有一口万年不干直通地心的天池,在万亩高山草变中点缀着无数的红杜鹃。 非常好看。 这里中国第一高山花海梯田,云雾缭绕的千木梯田中,层层不同颜色美不胜收。 藏在深归人蔚时,聊开面沙京八米。 美轮美奂,湖光深色,碧水得天,尽可薄云,蓝色,心自宽。 福建唯一的高山峡谷观光所到,七条造型各意至上而下的流泉飞铺,与仿生战道在悬崖绝壁上刚柔相继, 整块红色大河床演绎着激情传越先进畅游的生态奇观。